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成功訪問台灣 那麼現在最大的輸家是誰呢 其實一定是習近平莫屬 大陸 已經是出現了一個民意的反誓 很多失望的小粉紅 中粉紅 老粉紅 青年粉紅 即是說老中青少 四個階段的 愛國愛黨人士 全部都崩潰 他們大罵中共 最近台灣的廈門政府 他們的大門被人扔雞蛋 還有人 走去這些政府那裏拉橫押抗議 這些以往從來都很少見的事情來的 其中在昨天 網絡截圖顯示 一個小粉紅就在中共下門政府大門上 扔一個臭雞蛋 中共 在佩洛西訪問前夕 做出輿論開戰的狂熱氣氛 在星期二晚上 佩洛西的座家 落地在台北重山機場 使得小粉紅即時崩潰 有人直播狂刮自己 或者狂扔物件 還有 圖片顯示 手機維修店有大量被扔爛的手機 拿去 收尼 其實為甚麼呢 當時他們可能很多人用iPhone 即時太生氣扔爛 後來 精神過後 回復清醒後 覺得 手機是自己的 我們不值得為了這樣的國家 去扔爛自己的手機 所以 轉頭就拿手機去修理 當然 也有些小粉紅不是在自己 出氣 不是狂刮自己 或者自己 毆打自己 而是把怒火 發洩在中共當局 中共當局 網上有很多的影片 其中一段影片 被一個男性的小粉紅 在中共的廈門政府大樓 門前滅 用粗口 大罵 美國 都來了這裏 共產黨 連A也不敢 連一些血性都沒有 他就賣了一些雞蛋 真的要扔政府了 視頻中看到 中共廈門市委 市政府 人大 政協的牌下面 都堆滿了剛剛扔爛的雞蛋殼 好了 另外也有一段影片 看到一個男人 開著三輪車 去到 某一些政府大廈的門口 拉起十幾米長的橫額 抗議當局 對佩洛西訪台 是不作為 最後公安到場 將他驅散 但是 沒有拉到他 那個男人還沒有穿衣 赤膊上陣 政府沒有作為 亡族滅種之兇 那種民意的反世 使得中共當晚 佩洛西 訪問當晚的星期二 即時關閉了很多社交平台 例如支付 B站 微博 美國 美國 還有小紅書 我都不太清楚 大陸可以發表的 還有抖音 全部都被人刪掉 有些部分 只看到一些 各部看到的東西 有些看不到 因為那些人看到太誇張了 大陸人的那種亢奮 他們 覺得 太過感情 太過投入 覺得 政府說到要武統 佩洛西到達台灣之一 就是中共統一之事 結果 當局是沒有作為 其實 中共一手煽動這些愛國氣氛 現在 幾乎 反咬他一口 當然 抗議美國政府 不行 因為 在場的這些公安 即時會阻止 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這次習近平 是輸得一塌糊塗 輸得 可以說是兵敗如山倒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演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以往 中共是會把任何反對聲音 扼殺於盟牙狀態 這次 中共似乎好像放了手腳 任由的小粉紅 愛國人士 抗議 中共 但是反而 就壓制人家去美國政府抗議 網傳 有星期二晚 有上海的小粉紅 就打算去美國駐華大使館噴漆 抗議佩洛西訪台 結果一下車 還沒有動手 就被在場的警察帶走了 然後拘捕了 還有口供字 很好笑 上海公安派出所有的筆錄 到了筆錄 你的事情 聚述 陳述一下 在2020年8月2日晚上 10點 50分左右 我從新聞中知道美國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已經抵達台灣 我比較氣憤 就決定前往美國領事館抒發一下自己的愛國熱情 晚上23時左右 我從自己長橋羅秀三村 67號402室居住地 乘坐網約車來到烏魯木齊南路 靠近美領館正門口的地方 我剛下車 就有便衣民警 上來問我在來者女乾媽 我回答來看一下 接著 便衣民警發現我口袋裡有東西 就叫我拿出來 我於是就把事先放在口袋裡的噴漆拿出來 並告訴民警 這罐噴漆是我事先準備好拿來噴美國領事館 國旗或美國標誌 之後就被民警帶到派出所 好了 好笑 接著 大陸那種 那種 亢奮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都覺得中共要開戰 這次就來了 誰知道 到了中共一再令他們失望 絲毫不作為 很多小粉紅即時 就變成了 咬中共的小鬼 最後痛斥當局 叫做玩弄物衣 高涵 改朝換代的過程 他們經常以前大家 應該有聽過一首歌 叫做好漢歌 這首 是水戶傳的主題曲 劉歡唱的 大家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好漢歌 裏面有一個歌詞 該出手時 該就出手 所以 這句話大陸經常都有人拿出來用 當年楊佳 鄧玉嬌 就是這樣了 該出手時就出手 這次他們也認為 一樣 要出手 誰知道 中國政府不作為 又沒有出手 令到他們十分之溫滿 是不是 他們也不斷批評政府 失信於民 是其恥大辱 水能覆舟 亦能在舟 現在換農民意者 必玩火自焚 已經是直接攻擊 習近平上來了 因為習近平當時就說美國 准許佩洛西訪問台灣 是玩火自焚 結果 玩火自焚的竟然是 自己 因為你們 那麼高調 說到又要開戰 解放軍準備好 不會坐視不理 死了 這句話 大陸網民很憤怒 他們就說 為甚麼 原來你說完的坐視不理 最終你們解放軍就是坐視不理 環球日報 環球時報 胡錫進 亦都被人瘋狂攻擊 甚至乎 有很多紅二代 有很多官二代 都出來攻擊 胡錫進 說他在帶風向 在 侮辱我們中國人 令到中國人丟架 經常出來代表中國政府 令到外國以為我們中國人就是這種水平 不斷的攻擊 這次 整個民意翻車 是中共一手操弄民族主義所引起的 其實中共操弄民族主義已經很久了 老實說 操弄了那麼久的民族主義 現在 終於 被他嘗到反誓 這次 狠狠地咬一口 我們分析一下習近平 現在習近平 最急需要連任 本來操弄民意 操弄這個 民族主義 是他的 拿手伎倆 但是這次 徹底翻車 徹底在全中國人民面前 失了威 就是我經常說 一個黑社會大哥 一個山賊頭 一個大當家 他不可以 要殺人的時候突然間的褲子掉下來 所有人都不再怕你了 覺得你 覺得你醜 甚至乎 不只是掉了褲子 即時 即場賴屎 根本這次 習近平 就是表現得很差 你打電話給拜登 每個人都以為你說好了 原來拜登不騷擾你 照去 你們那麼多警告 人家美國人不怕你 你們 最能夠之後 尤其是那個軍演 令大陸激起更加多的民憤 人家3日走 你4日才軍演 4日才演習 你明明就是慫了 大陸的用語叫慫了 即是 縮了 怕了美國佬 美國佬原來如此強大的 真真正正的子老虎 原來就是我們信仰的中國政府 這件事 對中共構成很大壓力 對於習近平的管治更加大壓力 現在黨裏面 常委沒有人出聲 整個政治局沒有人出聲 中國的官員沒有人出聲 只有外交部出來 垂死掙扎 然後香港的官員 集體出來抗議 現在大陸更加沒有面子 因為 現在大陸 自己不敢出聲 中央政府不敢出聲 北京的中南海不敢出聲 叫你台灣的藝人在微博出一份中國 香港就抗議佩洛西 但是 中南海不敢開聲 因為太沒有面子了 你們還說甚麼 你們自己又說打仗 又說動手 結果 沒有動手 這次習近平民意輸了 而且 在黨內也會 利用這件事 向他逼高 我們 是要一個有為的領導人 我們不能夠再接受一些無能的領導 台灣 跟我們越走越遠 就是因為你習近平 現在 可以說習近平的管治 到了最艱難的一步 最近其實已經很正局了 在二十大之前 在北大河會之前 習近平 是低調 也不能夠再低調 也沒有甚麼實務的事情出來做 這次再做一件事 雖然習近平沒有直接指揮 但是 整個國家的決策 在你一個人手上 你不單止沒有能力阻止佩洛西 尤其是你當時被這麼大反應 當時如果你把反應輕輕帶過 就說這個是黎行公事 中國一向反對 但是 也尊重美國的決定 如果你這樣說 就反而沒事 現在很糟糕了 因為人家 眾議院議長訪問台灣25年前 試過的 當時金李奇 人家也是官式訪問 民意代表 應該說尊重別人的國情 不過反對任何分裂中國 說回那些東西就沒事了 輕輕帶過 就像江澤民那樣 這次 他徹底跟江澤民比水平低下 江澤民 懂得悶聲發大財 懂得避其風 不會 在一些 眼睛那裏就自己踢下去 這次習近平 一腳踢到石頭上 踢到自己的腳都腫了 這次 其實對於他連任 我覺得也有很大影響 最近他那種禁證 其實真的不像一個 即將連任的人 你說是不是低調呢 我覺得不是 共產黨 不可以低調 因為他們的政治鬥爭 是要獅子撲肚的 是要對方屈服 不可能是低調 這次可以說 整個 中共都是輸家 習近平 是中共輸家裏面 最大的輸家 這段時間先說到這裡